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我什么事 说吧 那我今天来想请去秘书帮个忙 帮我想个信 除了情书 别的我可写不好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写情书 我跟你说啊 这个我懂的 给女大学生写信啊 不能用毛病 人家会说你是老土 不 我这支关了名金笔 可是派上用叉啦 不不不不 你这不说啊 还不提醒我 我这个女朋友啊 她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 她这个 她祖父是一个国学大师 而且是著名的书法家 所以说你要用钢笔写 她还不看呢 等等 你是给女学生写信呢 还是给她祖父写信啊 不 我的意思是说 有其父必有其女嘛 祖父 有其祖父必有其孙女嘛 行 毛笔就毛笔 好 谢谢 我给你磨磨 事成之后 别忘了谢眉啊 那当然了 可以了吗 行了 你说我写 怎么认色 就是我的事 好 丑秘书 全指望你了 来 队长 队长 来 自己我都搞到了 好 你看 自己在这儿 我跟她说啊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的命运 应该自己掌握 自己 说忘了 乐在这儿 乐 她跟她说 爱情 不能因为距离的愿惊 而被阻断 断 有办法 对 断 娘 可恶 好 太好了 我们终于救出狐狸尾巴了 真行啊你 怎么说 这么说 丘首人的嫌疑还不小 从自己来看 可以肯定是她的 这件事你跟别人说过吗 我跟安可说过 安可真是个鬼灵精 这几个字啊 就是她骗丘首人写的 我让她帮我盯着丘首人 真是人心叵测 这几个字啊 这个丘首人跟了我那么多年 我真不敢相信 她会是内鬼 师傅 现在铁生无山 我想把她逮起来 我来提醒她 光凭这八个字 是定不了她的罪 而且这任事情 非同巧可 你想想 寻补房的基要秘书是内鬼 这公布局要是查下来 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吧 我们把这件事情先压抑啊 你呢 再给我仔细地查一查 如果她不是鬼 那就让她无声姑息 不了了之吧 但如果她是鬼 我们再抓她也不迟 好吧 师傅 好 我听你的 独营 二八六 七四一 五九三 连位 七七二六九四八八 双独营 快点了 周江 我跟你说 我今天啊 跟周主人跟了她一天 到最后 到了一家咖啡馆 在咖啡馆里 她念了一大串数字 像绕口令一样 都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 我在美国说过专门训练 这点数字不在话下的 这样 我来记 你也说 她第一个数字 对了 她之前念了两个字 叫独营 第一个数字是 二八 然后是 四七 六九 好了 别费脑筋了 这是跑股场的彩票号码 什么 这个家伙 我还以为 他们在交流密码呢 她现在还有心思 去跑马跑狗的 安可 别急 这是战事的 我想 她的尾巴 总有一天会露出来的 那我们也不能这样 一天天等下去啊 其实凭那张纸条 就完全可以定她的罪啊 定罪可以 但是这样会打草惊蛇 观众的想法也对 等她再出动 也许我们的收获就更大了 我看关先生 陈思诗为了照顾老部下 安哥 不许这么说啊 为什么 明摆着的吗 你刚来 绞什么舌头啊 关总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反正 我们已经盯住了秋手人 他也跑不了 在我的军补房里面 在我的军补房里面 是不是还放了别人 绝对没有 这一点 我可以用人合作担保 你们要继续跟他走 尤其是那些妓院赌场烟狗 藏幕纳狗的地方一概封掉 还有外团的那些贤水妹 简直丢脸 秋秘书是不是又要 布施时机的 给我提醒点是吧 关总 你也知道 所有这些行业 都有汪四宝的工分 而汪四宝 是连工部局 都要让他三分的人 我只想说 我们做事 是不是应该策略一点 既维护了上风的面子 也不至于和汪四宝这样的人结仇啊 自古黑白不同道 可汪四宝是个什么东西 海上文人 黑帮老大 社会独留 我这正手抓不着他的把柄 他要把自己的屁股兜住呢 一旦有什么事情落下 我绝不说软 这也不就是 他现在的时候 做得好 咱们 没有 没有 这又还是有点 我又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我怎么搞的 我说啊 我这还没搞的 你怎么搞的 我肯定会 我自己喝了 我怎么搞的 我自己没搞的 你怎么搞的 我这也搞的 我别搞的 你怎么搞的 就这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W99了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错了 下面也别说了 别忘了什么打电话 快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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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汪四爷呢 笑话 我们四爷是受你指使的啊 马师爷 要是没有急事 我怎么敢找他呀 他让我问问你 这么晚来找他什么急事啊 是 是 是这样 舍他咋结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没想到吧 马师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你们肯定地告诉我 要是我的手下没你们的人 那么我请问你 这是谁 观众勋谱 他是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行马的 你是把我当小孩耍 还是自己活得不耐烦呢 这种时候还给我耍嘴皮子 观众勋谱 你别发谎嘛 也许这是个误会啊 就告诉王四伯 想了了这件事情 去拿二十万法币 观众勋谱 你开玩笑 我是跟你开玩笑吗 好 这个家伙竟敢要求求我来了 二十万法币 二十万法币 胃口倒还真不小啊 那怎么怎么办四爷 好 就给他二十万 四爷 这可太便宜信官的了 如果照此下去的话 信官的胃口会越称越大 胃口大 就称他 要不怎么说 饿死胆小的 称死胆大的 告诉他 明天就给钱 四爷 您还是再想想吧 出手人跟你说 总有人跟踪他 是啊 那钱 还是我们的 四爷您的意思是 假钞吊包 一箭双雕 妙 这部棋太妙了 一是栽赃了陆振奎 就让他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 这二来嘛 他关云鹏就得杀人 杀掉这个秋手人 他关云鹏和我们可就彻底分不开了 简直是鱼和水的关系 这只是可惜的秋手人哪 他已经暴露了 留着他有什么用 多一张吃饭的嘴 拿钱的手 有一个观音棚足矣 四爷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准备贾美超 那块模板 可派上用场了 四爷 寻谱房要是调查起来 势必要追查的您 现在贾美超可是烫手得很 您这不营火烧身吗 我早就想过了 真到了那个时候 这第一个站起来救我的 就是这个关云鹏 四爷是妙计定天下呀 收了关云鹏 这租界内外 可就是全姓汪了 啊 不好意思啊 让关总巡谱这么早就出来 不过我这个人做事 向来是敢早不敢晚 既然关总巡谱发了话 我想还是早点了结为好 省得夜长梦多 你要的都在这里头了 一点小意思 就算是我的道歉吧 二十万 一斤不少 讲解 关先生 素材这是小孩子那套老是 但是我mente 云鹏也并非是正人君子 本来我是不想给你看这个的 只是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被人夭夏 张高 这二十万 关先生还是说好 照片嘛 就随便你怎么处理了 不过有一句心里话 我倒是很想告诉关先生 关先生 我希望从今以后 我们之间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好好合作吧 冤家易解不易解 你那个秘书的事情 就算我们之间的一场误会 就让它过去吧 进来 把门关上 关总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居然在我身边藏了这么多年 给别人买力气 关总 闭嘴 我真是瞎了眼 怎么就看不出你 真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关总 我也是无奈 谁不想把日子过得好点 王四宝拿了多少钱买你 肯定不如给关总的多了 关总 你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以后无所谓替谁卖命 你能让人处欺劳人吧 从现在开始把你的嘴巴封紧了 这我知道 没让你说话的时候不许开口 没有关总吩咐 我也是这样做的 我这个人从来不爱碰钱 把这个给我取出来 关总放心 我一定办好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好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 你贩卖掩图必须跟我们回去 放肆 我看你们是看错人了吧 废话 看没看错到橘子里在解释 现在必须跟我们走 好吧 就怕一会儿你们输不了场 走吧你 快点 看什么 快走 老总 打听个大伙儿 城隍庙要怎么走啊 不知道自己找去 走 municipal understood 白桌 小 read surprise Mick Jason 久了 你故 falta 我 可 这样 我 肚子 你故事 你故事 不失 你是何 德文 你 hacer 接政议队 政议队我找韩队长 我是安可 他去哪里了 好 我 我告诉你们 我是租建学部房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谁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拿来吧 快点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说出来吓你一跳 我是陆振奎 是这样的 队长 你先走吧 你怎么来这儿了 有情况 秋手人被抓走了 谁抓的 两个警察 警察 抓他干嘛 现在抓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一直跟着他 他今天又去了银行 等他从银行出来之后呢 半路上突然冒出两个警察 就把他给抓走了 警察抓秋手人干嘛 是啊 我也感到奇怪 不过我一直跟着他们 看到他们把秋手人 带到南市的一个警察队里去了 你也真笨 干嘛不去找李杰他爸夏忠义啊 南市是他们的地盘呢 对啊 好了 别说了 赶紧去找夏忠义 走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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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来 躲起来 那里好像没有什么大队啊 安科 你会不会看错了 夏伯 我不会看错的 上面很清楚地写着 男士警察局巡警大队四分队 我们警局本来人手就不够 哪里还拉都是什么大队分队啊 安科 我们走 队长 就这儿 好 你看清楚没有 这哪有警队啊 刚才明明有块牌子挂在这儿的 牌子呢 奇怪了 你啊 阿哥 你肯定没起错吧 绝对没有错 可是 怎么变成了个空房间呢 这里边肯定有诈 他们是谁呢 秋手人又去了哪呢 队长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回去跟关总会报 走吧 嗯 进来 关总 钱取来了 你这儿怎么了 出了点小岔子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怎么都是美超 你跟我说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 他们好像是 是不是汪四宝的人 应该不是吧 你看看 这是假的 假的 一张真的都没有 一张真的都没有 怎么进来门也不敲啊 还懂不懂规矩 比赛 安卡坝 一定刚认不准 邱秘书 你先下去吧 回去好好想想 明天再来跟我说清楚 你只有跟我说清楚了以后 才能让我相信你 关总 我明白了 安可 你先帮我收拾一下 是 关总 我们一直在跟踪秋手人和这个箱子 安可今天看见他莫名其妙地 被两个警察带走 等我赶到现场人也不见了 我马上回来跟你汇报 没想到 他已经在这儿了 我一直跟踪他当了男士的一个警队 等到我通知韩队长 我们再去的时候 人没有了 后来我们去找夏波 可是夏波说 那儿根本就没有什么警队 你们怀疑的一点也不错 这个秋手人确实是卷进贾钞案了 他刚才就是来自首的嘛 你看 赃物都带来了 可是 这个箱子是从银行里提出来的 如果说这些贾美钞 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这在情理上有点不通吧 是啊 这当中是有一点 可是我还来不及问他 你们就闯进来了嘛 我真没想到这个秋手人 他跟这个案子会有关系 那就应该马上提审他呀 关总 我也是这个意思 这件事非同寻常 现在他只说了 跟贾钞有关 但是他跟汪四宝究竟是什么瓜葛 那个看守邵银财的死 跟他有没有关系 这些我们都需要证实 我怕夜长梦多 所以我想 这个秋手人哪 跟了我多年 如今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我念他是跟了我多年的老部下 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 想让他冷静下来仔细想想 把前因后果都想清楚了 明天再详细地对我说 这样或许还能透出点内幕情况 终究事情暴露了 给他的刺激也是够大的了 万一逼紧了 他来个死康硬顶 也不妥啊 所以我就千方百计地想稳住他 让他好好地交代 同时 这对我们破贾钞案更加有利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份上 我希望你们俩暂时不要胜张 不过 你们暗中还是要派人监视 以防不测 队长 我想不明白 是不是 但是 邱水仁既然已经自首了 为什么不审他 我看 关总这么做 只有他的道理 我跟他的那么多年 我知道他的脾气 你越着急他越沉重 可能 越想给邱水仁留点面子 什么面子啊 都什么时候了还留面子 你是不是能小声点 少不那么干了嘛 反正我觉得现在应该趁热打铁 算了 既然这么定了 我们也不能不听 反正现在人赃俱获 彻底查清 也不差这一天两天 那这样吧 让我去监视秋手仁 这两次跟踪他 我已经跟出经验来了 我也想让你去 但是现在的情况 跟前几天已经不一样了 你又没枪 万一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你怎么办 为了你的安全 还是派其他人去吧 说起枪量我就恼火 我说咱们那个死规定 不能改一下 应该视情况而定吧 这个你就不对了啊 既然是规定 我们就得执行 否则不就乱套了吧 乱套了 没枪我才乱呢 走吧 师爷 钱给您带回来了 这是多少 二十万法币 一分不少 好 拿去喝酒去吧 记住把衣服换取啊 谢谢师爷 四爷神机妙算 果然是完毕归赵啊 丘手人怕是保不住了 什么事情让关总巡谱亲自出马 我也是迫不择已 不到非常的时候 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啊 什么事情啊 你那个丘手人 看样子是留不住了 不是说好了吗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你误会了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 是他被人卯上了 不会吧 他被人卯上了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我一直在压着 他今天到银行去取钱 半路被劫持 把钱都换成了贾美超 这件事情让我手下的两个探员知道 被人换成了贾超 是啊 二十万法币 全都换成了贾超 那不会是别人 一定是陆正葵干的 你怎么知道 上海滩还有几个人做贾超啊 但是我手下那么多人 也不是天天闲着 什么消息我都会有 这个陆正葵到底是什么人 不太清楚 他不常露面 对他的事情也是道听途说 你那个秘书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那就把他做了吧 断了这根线 他们也查不下去 而且对你我多有好处啊 丢足宝具 这样 你心里那点不痛快 总算可以消除了 好吧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放弃他了 怎么做 你就看着办了 好 有汪先生这句话就行了 队长 来查岗啊 我找他谈谈 是 好 杭东基 你来干什么 老齐瓦 我想跟你说说话 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仗义 你何必咬着我不放 正因为同事多年 所以我才过来跟你说话 何况 官总宣扑 他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啊 老邱 把事情说清楚 也就没事了 你看 看啊 是 和我说话 还轮不上你 你走吧 哪个门进来哪个门出去 别忘了把门带上 老邱啊 你要想清楚 你如果像玩到少银财那样 那就没意思了 要问我话 去把新官的叫来 别看我是条小猫鱼 我还能卡住鲨鱼的喉咙呢 好 你白谱 你白谱 我告诉你 白谱 你就死定了 队长 怎么样了 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阴 明天让观众跟他谈 你给我看好了啊 队长您放心 我绝对不让这个姓邱的出这个门口 好的 我走了 千万像 我走 别走 赶快走 我走 你怎么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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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邱 老邱 她就走了 谢谢观看